十九 《星島日報》 司務基金獲免利案利得稅 2015年7月18日 《星島財經》 B15 利案基金利得稅豁免將延伸至司務基金 2015年稅務 修訂 第二號 條例昨日看憲 修訂條例開始實施 利案司務基金買賣合資格香港境外私人公司的證券交易 可豁免利得稅 政府表示 利清稅項豁免可吸引更多 私務基金管理公司在港拓展業務 聘用本地資產管理 投資和顧問服務 有助本港資產管理業進一步發展 可吸引基金在港拓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私務基金經理尋找及管理投資項目相當容易 因此香港亦成為亞洲區內主要的私務基金專楼之一 於去年底在港管理的私務基金資本總值高達 1100億美元 惡年增長11.6% 約佔在亞洲管理的私務基金總值19% 香港目前有400多家私務基金公司 去年底在全球排名首50位的私務基金中 有21家在香港設有業務 其中11家更是全球排名首20位 根據修訂條例 利岸私務基金的指名交易 必須通過獲證監會發牌的法團進行 或該基金符合三項條件才可獲豁免稅項 三項條件為基金有多於四名投資者 由投資者作出的資本應繳 超越資本應繳總額90% 以及基金交易所產生的淨收益中 發起人收取的部分不超越淨收益的30% 大新鞋六基金公互應 另外,大新銀行與六家基金公司 包括博士、大成、上頭摩根及景順長城等合作 目前只需獲批基金互應資格 便可代為銷售多種中國基金 大新代售的基金 包括股票、混合及債券等類型